今天翻译Bred博士讲虾青素、白鲤卢醇、子檀奇 我们先来看这个表 这个表是讲不同的物质激活NRF2 这个间接抗氧化的信号通路 它们的能力 这个第一个最强的物质就是 这个萝卜硫素 Sophorefin 萝卜硫素 这个红圈圈的这个是白鲤卢醇 白鲤卢醇排在后面 白鲤卢醇后面还跟了一个EGCG EGCG就是绿叉里面提取的绿叉提取物当中的一种 这个你看排在后面说明它们激活NRF2功能很弱 然后这里在这个有个ZEAX Zic Saturn 这个叫玉米黄制 玉米黄制 它呢跟那个虾青素是有点类似的 虾青素它的这个活性还要比这个玉米黄制还要强一点 也就是说虾青素呢 大概是排在这个玉米黄制的前面 也就是说虾青素它激活NRF2要比这个白鲤卢醇更强 当然了第一名的是萝卜硫素最强的 这个表只是讲它们激活NRF2的 不是说排在前面的就最好后面就不要了 不是因为这个只是激活NRF2像这个白鲤卢醇它不光光是激活NRF2 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它在激活NRF2上面它比较弱一点 但是它在其他的功能上面就比较强 比如它这个激活是tune in长寿基因的功能 那么萝卜硫素能激活NRF2 这个白鲤卢醇也能激活 这个虾青素 玉米黄制也能激活 这个姜黄色素也能激活NRF2 它们都能激活NRF2 既然是激活同一个信号通路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吃这个 去吃这个吃这个 好多东西都吃了就没必要了 同一种信号通路 我们就吃一个激活效果最佳的 最棒的就是这个萝卜硫素 用它来激活NRF2就可以了 其他的激活NRF2的就没必要再吃其他的 也就是说为了激活NRF2这个目的 我们吃萝卜硫素就够了 其他的就没有太大的必要 因为他们都是激活相同的信号通路 刚刚讲了这个白鲤卢醇 在激活NRF2上面表现不是最好 那么现在到了另外一个信号通路 叫Certuin的 Certuin长寿基因的这一套信号通路里面 Certuin长寿基因 它有很多抗衰老的这个功能 NRF2这个信号通路 它也是有抗衰老的功能 抗衰老有很多信号通路 像NRF2 Certuin AMPK 这些我们就一个一个看 用哪一个东西来激活每一个抗衰老的信号通路 哪一种是最好 我们就选哪一种 NRF2是用萝卜硫素来激活最好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Certuin 热量限制 也叫卡路里限制呢 是一种被证实的一种方法 可以用来延长寿命的方法 而且是在几乎所有的动物 模式动物里面 它都是有效的 这个热量限制可以帮助人长寿 它就是通过这个Certuin的这个信号机制 这一套功能来达到这个目的的 那么 那也就是说激活这个Certuin的长寿基因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长寿 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 对这个激活Certuin1的这个长寿基因 它们去选了15种分子 不同的东西来看 有这个腹皮素啊 肺色酮啊 以及各种各样的 总共15种 然后发现呢 最有效的可以激活 Certuin1号长寿基因的 是这个白粒乳醇 白粒乳醇是15种里面 激活Certuin1号的最强有力的物质 然后通过人类身上的实验 30天吃这个白粒乳醇 在50岁的男性 他们发现呢 能够达到跟这个热量限制类似的效果 我们前面讲过热量限制的效果 就是可以延长寿命 就是说吃了这个白粒乳醇 也可以达到跟这个热量限制类似的效果 另外一项研究 发现白粒乳醇可以降低LDL LDL就是低密度的这个胆固醇 就是坏的胆固醇 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 以及可以提升人大脑的空间记忆 以及可以白粒乳醇还能提高大脑的血流量 白粒乳醇呢 有个缺点就是吸收不太好 人体吸收这个白粒乳醇 吸收效率比较差 所以这个白粒乳醇呢 它这个吸收效率很差 吸收的很差 然后呢 它这个在身体里面代谢的却很快 就是说吸收的很差 吸收进去一点点的很快就代谢 就跑掉了 吃进去很快代谢了 就拉掉了 你就说吸收的又差 代谢的又快 那么这种现象在多分类的物质里面很常见 那么白粒乳醇它也是一种多分类物质 多分类物质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相比较之下 这个多分类的物质被甲基化了之后呢 它这个被肠道的吸收效率可以提高很多 而且它这个肝脏的稳定性也更好 那么这个甲基化过的多分类物质呢 比如说这个是白粒乳醇 这个是子弹齐 你看这个白粒乳醇跟这个子弹齐样子长得很像 长得很像是吧 仅仅是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稍微有点不一样 它这就是多了 它这是OH 它是多了个CH3 它这里也是H3C 就多出来 多出来的这个就是甲基化 它这个子弹齐就是一个甲基化了的白粒乳醇 其他都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被甲基化了 子弹齐就是甲基化的白粒乳醇 所以子弹齐它的这个吸收 人体吸收的效率更高 可以吸收的更多一点 好 这个子弹齐跟白粒乳醇 它们样子长得很像 然后看它们的生物利用率 也就是它们的吸收效率 子弹齐的吸收效率是80% 白粒乳醇的吸收效率只有20% 你看它比它多了好几倍 而且研究发现 当给相同的剂量的白粒乳醇和这个子弹齐 子弹齐它在大脑的人的血液和肌肉里面的血液里面的这个浓度含量更高 也就是说这个子弹齐被吸收进去了更多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布莱德博士他说他现在不吃这个白粒乳醇 开始吃这个子弹齐 因为子弹齐和白粒乳醇它都是激活相同的 Satuin 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吃两个 我就吃一个效率最高的一个子弹齐就可以了 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问题 好 我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白粒乳醇价钱也很贵 布莱德博士他手头经济也不宽裕 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价钱便宜的 然后效率更高的子弹齐 好 我们这个视频就总结一下 激活NIF2最好的就是萝卜硫素 激活Satuin 最好的就是子弹齐